日本日经亚洲评论1月29日文章 原题为何成为新超级大国的印度会给西方带来麻烦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极度分别的世界 新德里正悄悄提高起地缘政治形象 但印度的崛起对西方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1月12日至13日举办的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上 印度展示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 根据印度政府的说法 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印度还寻求利用20国际团轮值主席国的机会 表达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遭受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 全球变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困扰 印度领导全球南方的雄心反映了其日以增长的自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202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亚洲开发银行预计 印度经济今年将以约7%的高速增长 印度的经济增长受到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趋势的推动 这一趋势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出现的 印度还是以丢商业和政治人才的主要来源地 美国科技产业得到了一大批印度裔科技专家的支持 有印度背景的知名西方政治家 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英国首相苏纳克 不过新德里提升其全球形象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 新冠疫情开始大约一年后 印度开始出口国产疫苗 但在其国内疫情大规模爆发后 印度突然暂停了该项目 令许多受援国感到不满 同时印度的民主性欲受到西方质疑 因为它未能在俄乌冲突中谴责俄罗斯 印度尽管以不结盟政策闻名 但仍然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 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印太战略联盟 四方安全对话 它还加深了与欧洲的联系 在美国看来印度属于民主阵营 可是印度不愿与民主国家合作 这让西方国家大为沮丧 西方国家难以理解 为什么一个与他们有许多共同价值观 和战略利益的国家 在各种问题面前 荣然试图与他们保持距离 西方对印度作为集团成员的认知 存在两方面缺陷 首先 虽然印度通过四方安全对话 和与欧洲的合作 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关系 但在应对许多问题上 印度与西方的战略关系 并未提供太多帮助 第二 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 印度和他们一样民主 莫迪政府按照印度人民党的 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压制国内的宗教少数群体 2019年8月 莫迪政府取消了大部分 查默和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 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莫迪政府还给予来自阿富汗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 非法印度教徒和其他移民公民身份 同时试图将外来的穆斯林 排除在国家公民登记之外 在莫迪的领导下 由于媒体公民社会和反对派的空间 严重萎缩 印度正处于失去民主国家地位的边缘 2021年 印度已从选举民主国家降级为 选举专制国家 事实上 印度一直在追求一种独特的外交 一种战略自主 印度最近对俄乌冲突和其他问题的反应 让西方民主国家明白 这个南亚国家的战略利益和价值观 并不一定与他们一致 印度一直以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豪 但他近年来的行动似乎表明 随着其实力的增长 他正在远离民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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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em